呼應李俊英委員剛剛發言的內容 我剛剛坐在下面聽 我實在聽了覺得非常的訝異 訝異說本院各個委員會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什麼時候以行政院跟民進黨版本之提出 為程序性的絕對必要要件 如果未提出會造成程序性無法進行法案實質審查的障礙事項 而騙查立法院職權刑事法議事規則 看不到任何這樣一個法規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順便問一下 我們法治局的人員 是不是有這樣子程序上的規定 是我有所疏漏完全不知道 第二個部分到目前為止 本院已經三讀通過的法案當中 是不是那些法案都有行政院的版本 都有民進黨的版本 如果沒有的話那些法案是怎麼完成三讀的 我想各個版本 從副委審查到現在 經過了大體討論 經過了公聽會 有許多正反不同的意見都已經進來了 希望這個委員會要把握審查的時間 不要再遭受到任何程序上面的杯葛 那早日呼應人民對於實現轉型正義追討不當當產的訴求 謝謝 好 那個林立場委員 抱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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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賴瑞隆委員 那個要登記 來 登記 來 前面登記 來 好 謝謝主席 我想不當當產這個事情人民相當的關切 包括在媒體也多次的民調裡面都有 包括有超過7成5的人民認為這個一定要追討 也要改革 包括即使在泛藍的民眾也有超過5成以上認為要面對 那這一次其實剛剛黃委員有提到 其實這一次有11個版本提出來 包括國民黨 包括清明黨 包括我本人也都有提出來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從過去的立法令 本來就沒有要求一定 誰要提出什麼樣的版本才能夠審查 那更何況 國民黨黨團也有提出來 清明黨黨團也有提出來 包括有其他的立委